是终生离苦的门 若是佛法的大慈大悲 是见佛陀的独生奔怀 接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 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 我们再继续来随着善才童子五十三参 已经是最后的第五十三位的善知识 也就是普贤菩萨 而且我们现在要进入的是普贤菩萨 对善才童子及在座的诸菩萨众们 所开示的十大愿王的法门 我们上一个单元已经介绍到了水洗功德 所以我们再继续来探讨下面 就是从十大愿王的礼敬诸佛 称赞如来 三者广修供养 四者忏悔业障 五者水洗功德 六者勤转法轮 七者请佛注释 八者常随佛学 九者横顺众生 十者普皆回向 那我们再继续来探讨的 就是第六的勤转法轮 那我们来称念佛号 还有战经记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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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义 在经文里面 也就是普贤菩萨的开示 这十大的愿 在第六个就是秦转法轮 所以在经文呢 那就是接着前面的五个愿 所以呢就接着说 父赐善男子 那这个对象呢 主要的还是以善才同子 然后就说言秦转法轮者 也就是说谈到秦转法轮 这个愿王 那里面的内容呢 主要的还是在呈现 要请转法轮的对象是诸佛 所以呢 就要请的诸佛的数量呢 也是无量无边的 所以在所有的这十大的愿呢 所请的对象 都是无量无边的诸佛 所以用所有禁法界 虚空界 十方三四 一切佛差 即为成中 一一各有不可说 不可说 佛差即为成数 广大佛差 一一差中 念念有不可说 不可说 佛差即为成数 一切诸佛成等正觉 一切菩萨海会围绕 而我欣以身口异业 种种方便 殷勤劝请转 妙法轮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要来呈现 要请诸佛 转法轮的 诸佛的对象呢 是这么广大无边 极为 还有呢 无量 无边的数目 那在 极请的时候呢 就是要以身口异 三叶 来做种种方便 那也就是说 当我们要 提请诸佛 请转法轮 因为佛呢 是世间的觉悟者 如果没有觉悟者呢 就不知道 所有世间的 诸法的真相 那佛要能够 转法轮 众生才知道 怎么样子来对知 众生的习性 那能够从 凡夫 而依照佛所说的方法 能够去除烦恼 然后呢 能够看到诸法的真相 然后能够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 最后呢 最后呢 也就是能够学佛所行 成就佛道 所以要 秦传法轮呢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 这样子呢 众生才有修学的依据 所以有一句话说 有佛注释 有佛注释 容天喜 无声说法 鬼神仇 那在这里呢 主要的 还是 在赞叹有佛注释 是 众生的福报 因为 众生才有这样子学习的目标 那 又说 无声说法 鬼神仇 也就是说 当佛入灭以后呢 那 就是 要靠 学佛的 这种 出家 修行的 经验 然后来 带佛说法 所以呢 当 佛在世 那就是 最有福报的 时候 那没有佛 在世 那 那 还是 要有声来 说 佛所教导的 这一些的 方法 所以 鬼神呢 如果没有法听呢 他们也会觉得 就是 没有 离苦得乐 解脱的 这样的希望 所以说 无声说法 鬼神仇 有佛注释 容天喜 那最主要的 在秦传法轮 最主要的 也是 要请佛 能够就佛所 证悟的方法 还有佛对众生 能够对峙众生的习性的方法 能够来教导 所以呢 因为佛的这样子的一个最终究的成就的一个实际的实修的经验 那可以现身说法 所以一定要请转法轮 那所以 说法也就等于是转法轮 那我们说 转法轮的过程呢 基本上也就是法是存在的 就是世间一切的诸法 它本来是如是如是的 那我们自己本身 如果没有一个觉悟的心的话 那诸法在我们的眼前呢 我们也是把它当作我们眼耳鼻舌身 能够看到的对镜而已 我们只把它看到这个假象 那没办法看到它里面的这一些的真实的现象 那最主要的也就是在我们的心 能够对着外在的这些静 我们如果了解的这些外在的这种静的因缘法 然后我们的心 能够不随着这些的因缘的这种 这种转变而影响 然后我们的心还可以发善心 菩提心 能够真正的觉悟 那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自己本身呢 就是在转这个法 就是我们的心 以安定不变 而能够随着外境的所有这一些诸法 而能够观察而安定 然后在诸法之中 我们还是能够善用 那这样的时候呢 是一个好像这种车子的轮轴啊 它的核心是不动的 那核心不能动 可是呢 这个车子的整个的车轴 它是要运转的 因为它运转它才能够行走 可是它的车子的轴是不动的 所以好像是我们的这种 能观察的这样的一个心 的这个觉性 它是要保持一种 清静安定而明辨 那这样子呢 是不能动的 可是呢 对着这个诸法 是所有的外境 那那个是可以 就是动到不行这样那种 是世间的无常变化种种 那尤其是在现代 因为所有的这些的科技的发展 动得更快 那动得更广更远 所以在这样子的这种 世间的这种非要的这种动向里面 那我们的心还要更加的安定 所以说请佛能够转妙法轮 也就是说 因为是佛 他在诸法之中呢 他观察到了诸法的真相 那这个真相呢 最主要的也就是 从我们自己的这个心 能够安定的观察诸法 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 然后我们的心 还没有受到这一些的静的影响 然后又能够用我们的心 在这些静里面呢 还可以起这种善用 所以这样子呢 就是一个整个的是活泼泼的 所以它并不是说 它是一个完全不动的 是一种完全静态的 它有静 可是静中要能够观察动 然后在动中呢 它也能够跟静是一体的 所以在第六个大愿呢 请佛要转法轮 那一方面是显示 诸法的这种动 那在觉悟的这样的观察 诸法的真相的时候呢 这样子的转法轮 它是有持续的 它是能够有这种正面的提升的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愿力呢 是希望佛呢 它所开悟的 那么它所教导众生的 它慈悲要度化众生的这些的方法呢 都能够呢运转 那么能够无量无限 然后能够不间断 所以我们要恳请诸佛呢 来说法 那如果我们在无佛注释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等于是 要请善知识说法 或是请主师大德说法 那请出家人请生说法 那或者是所有的众生 只要是对法有体悟的 那都能够要转这样子的法轮 那转这样的法轮呢 我们通常呢 如果是我们自己本身 能够把我们的烦恼 转为觉醒菩提 那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是自转法轮 那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所悟到的 那我们修到的 那我们也可以呢 就是跟众生分享 然后呢 把正法呢 能够宣扬 那这样的时候呢 是能够转大法轮 那就是自转 还有他转 然后呢 整个的法界都在转 那这个时候的转呢 是正法的 是有秩序的 是随着这种安定的 这种决心的观察的 这样的转 不是一般 就是贪生痴 是黑暗的 这样子的混乱的 那种乱呢 那种转呢 是乱的 所以呢 我们要 勤转法轮 是很重要的 那刚刚呢 一开始的时候 所要请的对象 也就是诸佛 那这些诸佛呢 它是非常的多 无量无边的 那如果我们一直把它 就是说 从佛的这个层次来说呢 可以就近佛 也有未来佛 那也有呢 众生都有佛性的种子 的佛 那这些呢 都可以算是佛 那主要的 也就是说 有 就近圆满的佛 那它是用 完全觉悟正悟的法 那如果是在中间的 那都有它自己实践的法 那如果是众生的 那么他们在自己的 这种过程里面 也有他自己 就是点点滴滴的 这一些的体悟的法 那这样子呢 都要劝请 恳请转庙法文 那这个是对象的 无量无边 那要劝请的 这样子的时间呢 也是无量无边 所以说 这边所有的 每一个院呢 它都是有一定的 这一些的模式 都有的 也就是说 劝请的对象 无量无边 然后要劝请的这个时间呢 也是无量无边的 这样子的一个长远 所以说 如是虚空借境 终生借境 终生夜境 终生烦恼境 我常劝请一切诸佛 转正法轮 无有穷尽 就是说 这样子劝请的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过程呢 也是没有时间的间断 那等到整个的 这种世间的虚空都没有了 那众生也没有了 众生所造的业也没有了 众生的烦恼也没有了 那要劝请的 这样子的一个 这种努力精进呢 是还是在继续的 所以说无有穷尽 然后呢 要劝请的过程 就是非常的精进无量 所以用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生与异业 无有疲业 就等于是 把十大愿当作 念念所修学的 这样子的一个 起请 这样子的一个愿望 所以在第六的大愿 请转法轮的时候呢 也是念念相续 就是每一念 他都没有 失去这样的一个愿 的这种奇景 所以无有间断 然后是三页 生与异业呢 都没有疲业 那这个呢 是普贤菩萨的第六个大愿 所以我们看到这样子的过程呢 就是好像在我们这个主题 善才同志五十三餐的过程呢 他也是一直在 就是参访每一位善知识 那这样子的参访呢 实际上他就是在请每一位善知识 在转妙法轮 因为他说我已经发了 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那我要请大圣 每一位善知识 能够教导他 怎么样能够行菩萨行 能够修菩萨道 所以呢 善才同志的这样的精进 勇猛求法的心 那这样子的一个精神 基本上也就是请诸大善知识转法轮 所以这个呢 也是跟第六个大愿是一致的 那我们介绍的这个第六的大愿以后 我们再进入第七个大愿 这第七个大愿就是请佛注释 所以经文里面也是一样 就是言请佛注释者 那也是要请佛注释 所以要提请注释的对象 也是诸佛 所以也是一样 对象是无量无边的诸佛 所以用所有净法界 虚空界 十方三世 一切佛刹即为陈述 诸佛如来 那这个部分呢 也就是要提请的对象 佛有这么多 就是进整个的法界 就是我们所存在的这个空间 那么是所有的这个法界的这些的现象 这样子的一个存在的这个法界里面 还有虚空界 就是客观的这样子的一个存在的空间 那么十方三世是时间性 那这一些的这么宽阔 这样子的存在的空间呢 有一切的佛刹 那是佛国土 就是有存在有佛的地方 那能够就这一些的佛国土呢 它们里面的极为陈述 就是有多少的非常维系的这种层 那这么多的诸佛 也就是一个辟喻的 那如果这些诸佛呢 它们是数量这么多 那我们要请佛注释的时候呢 也就是说 这么无量无边的佛 它们要将欲四限波涅盘 就是说它们要进入这个无余涅盘 也就是当佛在世的时候 它证到的这个涅盘的境界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境界证到了 可是它的赤身还在 所以这个时候叫有余涅盘 那如果它要进入 这个赤身的寿命已经进了 那么它就是直接进入这个涅盘的 就是它的这个 舍下这个赤身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叫做无余涅盘 就是没有这个赤身的 这种涅盘境界 那所以用这个波涅盘 来代表这个无余涅盘 如果这个时候就是佛要入涅盘 那乃至诸菩萨 声闻、圆觉、有学、无学 还有一切的诸善知识 都要入涅盘的那个时候 就要去劝请 劝请佛注释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第七个大院 是请佛注释 它是用佛来代表 那实际上要请注释的 除了佛以外 还有菩萨、声闻、圆觉、乃至 一切的善知识 那都要劝请 那这个里面就是还有的内容 有要劝请的对象 还有的是有学、无学 那有学跟无学 基本上也就是对于挣到欧罗汉果 或是还没有挣到欧罗汉果的这种称呼 因为如果挣到欧罗汉果他就是无学 也就是他已经断了贪嗔痴、烦恼 他已经没有我见、没有身见 然后他也没有这种邪见 然后对诸法他已经挣到了空性 所以他已经就是不再受这个轮回了 因为没有贪嗔痴、烦恼 所以他不需要在学怎么样对峙 怎么样子去去除我们的这些烦恼 所以他称作无学 那这个无学是对欧罗汉果而说的 那如果就菩萨的话 那就不是欧罗汉的这种学习的内容 所以无学只是针对欧罗汉果所要修学的 怎么样对峙、贪嗔痴、消除这些的烦恼 这样子的这种学习的内容 那只要他挣到了欧罗汉果了 那他就是无学 那如果还没有挣到欧罗汉果了 那么他还要再继续修学 所以他就是有学 所以在佛的时候 他的弟子们也叫做僧文 那他主要的就是以正道欧罗汉果为目标 那正道欧罗汉果的无学的佛陀的大弟子们 就像设立佛 那有这个价设尊者 那还没有正道的呢 就是像欧纳 就是欧纳他就是要到佛入涅槃以后 那么要结籍的时候 他才正道欧罗汉果 所以如果说列有学的时候 那就是像欧纳还有其他的这些弟子 那欧纳就是属于有学的这一类的弟子 那我们说到说在请佛注释 那就是佛要入涅槃的时候 要再请佛注释 那这个典故呢 主要的也就是在释迦牟尼佛的时候 那么佛要入涅槃了 那本来佛就有暗示欧纳 那因为欧纳是释迦牟尼佛的随事的逝者 那当时呢就是佛要入涅槃 那本来他是有暗示欧纳说 如果呢就是有人要请佛注释的话 那佛就可以注释 因为当时呢是这个魔王 就是波寻 那么他呢就是有要佛 就是要入面 因为是波寻魔王 他是破坏佛法的 所以他当时在释迦牟尼佛 要证悟的时候 他就已经很害怕了 就希望呢用种种的方法 软的硬的方法呢 阻止佛开悟 那么佛开悟了以后呢 本来是佛的寿命是 就是他可以自主的 就是佛的寿命呢 他可以随着他自己 一般正到欧罗汉国呢 他也有这种能力 就是他要注释 他就可以注释 因为他已经不受轮回了 他也就是这个生命是自在 可是如果呢他要入涅槃 他也就可以把他自己呢 就是用三昧活呢 就把他的这个射身就烧掉 那佛也是有正到欧罗汉国 只是佛的境界呢 他比欧罗汉还高 所以又称大欧罗汉 或者是乃至呢 他佛 那这个佛的尊称呢 是欧罗汉没办法称呼的 那也就是佛他是 就是觉悟者无所不知的 所以他所知的对象呢 比欧罗汉还深入 还宽广 那佛的寿命 既然是他可以自己取决的 他可以什么 所有的入灭都可以 所以说一般呢 是按照佛的愿力 他自己的愿力 他所发的愿 那当时呢 释迦牟尼佛 他 他是可以再留在这个世界 可是要人家要请佛注释 那所以他当时有这样子的暗示的时候 结果呢 因为欧罗汉呢 他就被这个魔王就障 把他障碍了 就让欧罗没听到 所以欧罗就失去了 这个请佛注释的这个机会 所以到佛入灭的时候呢 欧罗就非常的伤心 所以就变成说 好 那我们呢 就是希望有佛能够注释 可以转法人 然后佛在世的时候呢 才是众生的福气 像佛在世的时候呢 他的弟子们呢 他证悟的就很多 而且很快 一听闻到佛说法 他马上就触到了他的那个 这种 对法的这种观察 那因为佛他自己是实修实证的 所以佛也可以对众生的这个根基的不同 而教导不同的这种修学的法 所以佛在世的这样子的一个利益 对众生来说是最大的福报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 学佛的时候 我们也希望生生世世能够常随佛学 都能够遇到佛法 而且呢 我们都希望说 我们能够生在有佛出世的时候 所以说能够出生执佛世 就执遇到佛在世 因为遇到佛呢 在世的时候呢 我们有一纳 那佛呢 他真的就可以教导我们 然后佛呢 所教的这个方法呢 法门呢 都是我们自己最切切的方法 那我们现在就是没有佛教导 不过呢 我们就是要多文多学 然后呢 去真正去体验 去实修 那当然 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 学佛的苦心 可是当然如果佛在世的时候 我们就更加的这种凝确 所以在中国的佛教里面呢 就是像智子大师 那他在这个亲近他的老师 会师大师的时候呢 他的进座的时候 他就好像看到他当时以前前世的时候 也在释迦牟尼佛临山会上 好像呢 在临山会上一样 所以这些呢 就是大家呢 对于能够身在佛寺 就是在跟佛 这样子的亲近的这种学习呢 是非常的殊胜的 那在中国佛教的一个 这些记载里面呢 就是佛不在 那当然我们就是要请祖师大德注释 因为祖师大德也是修正经验 是过来人 所以他们就是善知识 所以也要请善知识能够注释 那在中国佛教的记载里面呢 还有就是为了要能够求证我们自己的这种 这种修学的这种明确的 有的呢就是发愿到兜率天 那这个 有的呢他们在修学的过程 有的是慈戒 他要知道自己的慈戒 是不是真的很清净啊 所以呢 他们就要祈求呢 这个弥勒菩萨 他在兜率天 因为他要下身来成为这个补促的佛 所以他在兜率天 就能够为众生来解答这些的问题 所以在中国佛教的记载呢 就有的呢 他们遇到的这个欧罗汉 那么欧罗汉不知道 所以他就请欧罗汉呢 能带为到这个兜率天呢 来 就是 请 弥勒菩萨 来求证 所以 这个欧罗汉呢 就到了兜率天 那么到了 这个兜率天 请问 弥勒佛以后啊 他就可以下来告诉 这个出家人说 他要知道他 是不是有真正 有修持这种清净的戒啊 那如果呢 他的手上有这个 这个莲花啊 可以 可以 就是 生长出来 那 这个就表示 他的慈戒是清净的 这些就是 为了是要能够 有一个 验证 所以佛在世 祖师大德 善知识 在世间注释 一方面是教导 那一方面呢 他可以解纳 就是回答我们的疑问 还有呢 他也可以帮我们众生呢 就是做一个验证 因为 只有真正证悟的 他可以帮人家验证 因为他自己是过来的人 所以他知道说 你还有什么样的这个 这个问题 那你已经 就是能够 到了什么样的一个阶段了 那应该再继续修学 那这样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众生的 这种福报 那能够明确的修行的 过程的一个依据 所以 请佛注释 基本上呢 也就是 我们希望 有佛注释 有诸大善知识 注释 那这样的 一个愿力 那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 齐寝的对象是无量无边 然后呢 要齐寝的这个时间呢 也是无量无边 所以经文里面接着 就是 齐寝的 这些一切的诸三知识 那要 劝寝末入涅槃 精于一切佛刹 及微尘数捷 慧欲利乐一切众生 也就是 要请佛注释 这样子的 是 数量是无量无边的 然后呢 能够在这个世间呢 最主要的 也就是 能够利乐一切的众生 那这样的时间 也是 无量无边的 所以说 如是虚空借尽 众生借尽 众生业尽 众生烦恼尽 我只劝请 无有穷尽 就是 劝请的 这样的一个 这种精进的行为呢 是没有 停止的 而且呢 这种过程 也是精进 没有间断 所以说 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生与异业 无有疲业 也是用生口益三叶来 这样子的努力精进的劝请 那 我们也想到 就是 这个 在我们近代 台湾 就也是有这样的一个 这种例子 也就是 在陈天寺的 广青老和尚 那么 他是一个 实修实证的大山之士 那 那 记得呢 我们以前呢 也就听过 这个 灿云老和尚 他就听到 那个 广青老和尚 大概 有意要露面 那么 他就到 成天禅寺 呢 就请 这个广青老和尚要注释 所以到 这个 成天禅寺 啊 就带着念佛啊 然后 请 这个广老呢 就是在注释 所以这样的行为呢 也就是 在第七大院 请佛注释 所以我们呢 就是 请佛注释 请诸 大 善之士 祖师大的注释 那 众生有福气 那我们 请佛注释 我们呢 也是有福气 那所以 这个部分呢 我觉得 是 我们 对于 佛的 这种 恭敬 然后我们知道 诸佛 诸大善之士的 功德 利益众生的 这样的一个 殊胜 所以呢 我们能够发起 这种恭敬心呢 我们 更加要劝行 那我们就 众生有福 那 那在第七大院以后呢 就是 第八 第八呢 就是 常随佛学 在 经文里面呢 常随佛学者 就是 在 以 说佛世界 的 披如 遮纳如来 为例子 所以说 我们通常 对 常随佛学呢 也就是说 基本上 就是我们 都要 随时来学习 佛法 那我们也希望 一个 是 随着 善之士学 那一个是 我们自己的 身口一三叶 都能够 依照佛法来 修学 来 实践 所以 这样子的一个 常随佛学呢 应该 不只是说 我们去眼睛看 或者是我们的耳朵听 而是说 我们能够把它 落实 落实 在我们自己的 身口一的 三叶的实践 那这样子呢 是真正的 常随佛学 就是等于是 我们把佛 所修行的方法呢 我们自己也把它 落实来 实践了这样 所以呢 在经文里面 就是 首先呢 就是以 辟尊那如来 为例子 就是 我们学习的对象 那当然 我们这个世间 也是 释迦牟尼佛 那是因为 在华音经里面的 祖尊佛 是辟尊那佛的法身佛 所以 在经文里面呢 那 祖尊的佛 就是 多为 这个经文所提到的 例子的代表 所以 这里面呢 就是 提到的 以 辟尊那如来呢 他出发心 就 精进不退 而且呢 辟尊那佛 他也是 累劫呢 就是 以他 每一世 每一世 那么 都用他的生命 他的设身 然后 就是 能够不思 所以呢 叫做生命 因为 他可以舍身 那舍身的话呢 就等于是 他把自己的生命也舍了 那 这样子的过程呢 是 不可说不可说的 长远 的这种 这种 这种 一世一世的这种 过程啊 所以说 不可说不可说生命 那就等于是 不可说不可说的 他的 累世 就是 一世一世 这样长远 他都 愿意把他自己的 这种 色身 生命来 布施 那一方面呢 是说 他 可以 运用他自己的这个 色身 生命 来 利益众生 那一方面 也可以说 他呢 就是 不顾他这种 色身的 这种 辛苦 所以 在 每一次的过程呢 都能够 尽其所用 把他的色身 生命呢 都用来 来 学佛 来 这个 求法 所以 里面的内容呢 就有说 他 把他的色身 的生命 布施 那这些的内容呢 就举例 就是他可以呢 把他身体的这个皮啊 剥皮为子 就是 在 古代 就是 还没有这个子啊 或者是 他们是用树叶啊 这些的 来当作书写的这种工具啊 那 他呢 就是 非常的精进啊 所以乃至呢 就是把他的这个 色身的这个皮呢 剥下来当子 就写在这个子上面 啊 写什么呢 当然是 写这个经典 啊 就是 写佛所教导的法 啊 就是 这个法呢 就是等于是修行的方法 或是他自己用什么样子的这种 啊 这种 方式呢 啊 来 达到他自己的心 能够安定 能够开发智慧 能够发展 这种 慈悲心啊 所以呢 他要这种书写下来呢 因为 不是在我们现代 就是 印刷很方便 那 都可以大量的生产 那在古代呢 是没有这一些的这种工具 非常的 稀少的 所以呢 他找不到 好 干脆用自己的这个皮啊 啊 来做纸 然后呢 什么做为笔呢 就是 折骨 就是 自己的骨头呢 就是折断 那 来做这个书写的笔 那 要能够书写的墨呢 那 就用自己的血 就刺 刺自己的这个 这个 这个摄身啊 就让他流血呢 那就来当做墨 所以用骨头呢 来当笔沾这个血 就是我们 这个身体啊 只要稍微去 就是刺到了 受伤了 他就流血 那我们普通的人呢 是非常的 珍惜我们这个身体 那当然不是说 我们就 随便可以糟蹋我们的这个身体 而是呢 是在 以 譬如这那佛 或者是 我们看到的 其他诸佛 在过去修学的过程 也是 能够 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身体啊 能够 布施啊 舍身啊 那 譬如这那佛的这个例子呢 最主要的是说 他能够把他自己的身体啊 他能够看清 然后没有这样子的 就是 我直 而且呢 最主要的是 他能够用这一些的 这种设身呢 当为 当作求法的工具 那 当然在我们现在呢 就是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心呢 那我们一定要去 这个剥我们的皮啊 折我们的骨啊 那我们也做不到 那 那这个部分呢 那这个部分呢 也就是我们 这个法的内容的时候呢 他就会想尽办法呢 要把这个法能够流传下来 所以 他所要的这一些的 写的内容呢 也就是书写经典 也就是书写经典 他所累事 所以这些的部分呢 都是他每一次 每一次都能够 很清楚的 就是一世一世都能够清清楚楚在 这样的修学 那就表示呢 他在每一次的这个过程里面呢 他是 这么的清楚的时候呢 他对于每一次的这种过程呢 实际上呢 他是能够掌握的 所以他对于每一次的这个生命 他运用的很好 所以 他虽然是用自己的生命 他的设身 来就是 当作这个书写经典 这种求法的工具啊 那看起来好像 很辛苦啊 很这种 这个痛苦这样子的过程 可是 如果在于他很绝性的 这种开发的过程呢 他就觉得说 这个是必要性 那么在他每一次的这样的过程呢 他就可以累积他对于法的这种 求法的这种 这种坚定性 然后呢 他透过这些的行为呢 他也达到自己的这种我值啊 然后呢 能够作为有这种利他的这样的一个 菩提心的这种成就啊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看到说 他用他自己的这个皮来做直 用自己的骨头 为鼻 然后赐自己的血为墨水 来书写的这些经典呢 因为经过不可说不可说的这样子多的事 然后他舍他的生命 所以这个是色身这么多 所以他写的这个经典呢 也基如虚敏 就是累积起来就像虚敏山这样子高了 所以这样子的作为呢 主要的也就是重法 就是他重视法 所以他用他自己的生命来求学 然后呢 来这个来写这个经文 所以在我们中国佛教啊 有很多的这个例子 就是在历代的祖师呢 也有呢 他们就是磕这个石经 这样最有名的就是房山石经 那也有呢 这个建这个石窟 那就是把经文呢 写在这个石头上面 把经文呢 磕在这个墙地上面 那他们的这样子的辛苦的这样的一个 的这种努力呢 最主要的也就是重法 就是他们希望能够把这个佛法的经文呢 能够流传下来 所以呢 是不齐生命 他们的身体 他们没有很珍惜 那何况呢 王位啊 成义聚落 宫殿圆灵一切 所有还有 所有的其他难行啊 苦行啊 那这些呢 他们都能够做到 所以这个等于是 从布施的自己的生命 来得到求法的这样的目的 那乃至呢 就是诸佛 那这边是以辟如真那佛为代表 还有他们呢 就是修行这一些的苦性之后呢 他证悟到 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就是在树下成大菩提 成等正觉了 还有呢 他能够显神通 度化众生 起种种的变化 乃至他可以显示各种的这个 这个化身啊 然后在各种的这种菩萨啦 僧文啦 辟知佛啦 那还有这个世间的国王 婆罗门 差地利 还有天龙 人非人等 这些的地方呢 都能够为众生说法 那就表示说 在过程修学的过程 是舍身 那到成就了以后呢 也是继续在利益众生 那乃至呢 到最后 事先涅槃 那就等于是说 佛所修学的 还有证悟的 利益众生的 那我们都要来尝随佛学 都要学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是第八的大愿 尝随佛学 那我们就到这里做一个阶段 我们来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徒 上报是成恩 夏季山徒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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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身材 积极社会公益为职制 二十多年来 借由各项法务 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 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 让信众又学习佛法的道场 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 让大众接触佛法 明白因果业报观念 才能断恶修缮 改善命运 所有的方便法门 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 才能离苦得乐 这是慈悲智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 为了护持佛法永续 第一更多众生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邀您继续护持 共同推动慈悲智业的各项会晤 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 润则群生 顾持邮局化博帐号 5044-4468 5044-4468 顾名 财团法人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总管理处 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尔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传真03-989-8787 03-989-8787 新逢小神通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呈十万兆被 佛教慈悲智业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举办八观哉戒 即礼拜大悲禅法会 恭请广护法施主法 及法务指导僧众 共同领众 日期十一月一日星期三 八点半传授八观摘戒 下午一点半大悲禅法会 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尔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共同佛佛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南投分会 敬安府慈善会 共同举办 观音祈福法会 恭送妙法莲华经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敬劳活动 社区长者关怀 爱心素食餐盒发放 日期十月二十二日星期日 时间上午九点开始 宫勤战山法师主法 法会地点 草屯镇静安府 南投县草屯镇 东美街六十四号 下旬电话 南投分会 049-256-1321 049-256-1321 草屯分会 049-231-5999 049-231-5999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共募佛恩 阿难陀尊者 多文第一 集经传法 阿难陀尊者自幼出家 记忆力几家 是佛陀弟子中多文第一 现代佛弟子 能听闻佛法 正靠着阿难陀尊者 于佛涅槃后 于集结圣典一字不差地 背出佛言教法 而后也成大家设尊者 托父 领导僧团 肩负洪传正法之重任 一心鼎礼尊者阿难陀 祈愿大众见舍利生欢喜心 并学习尊者以戒为师 依法而行 使佛陀法身有传于世 Zither Harp 我随机里而宣说 余解脱者至尽量 诸佛经典 情花意 一切菩萨所赞到 五坛三悠至安乐 为师下满山居 为师下满山居雨 轻易佛月至正道 居远遮到西地亭 我要清静 我要清静 出离心 求佑海乐不计方 谈真实离间 舒服中 孤当手先寻处理 人生难得受伤 人生难得受伤 修此刻断尽生枝 武器也挂轮回枯 修此刻断后失职 修后雨逐轮回复 上那不生险 上那不生险不醒 日夜云霄的爱解脱 而是一生初离心 而是一生初离心 倘若雨此初离心 唯一菩提心 唯一菩提心 不争菩提 拉银骨 指着荡方菩提心 似为梦烈似不重 难当夜索 难当夜索 尽速复 宽余我知 铁王北 无名黑暗 锁龙中 辗转后生 在有种 不断感受 三大苦 成此在梦中 柱子梦 是孤当 放树深心 不惧正无事相会 总笑处理不提心 一步当断塞有根 故当情争远去法 故当情争远去法 谁间轮捏一切法 永无其火之因果 灭出一切所远近 此人踏上佛西岛 此人踏上佛西岛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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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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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秋 你所需之空隙 而是为这佛秘 一旦无忧轮凡谁 仙剑无情之缘寂 断出一切执着香 而是渐渐寄人马 了之一弦出右边 一空前出右边 远去星空闲闲离 不畏变之间所多 若是三株羊斗论 自己如是同大事 当一惊重 二惊惊 苏绣永久之佛国 苏绣永久之佛国 苏绣永久之佛服